TVBS的最新民調數字出爐了 就在今天 就是關於2020總統選戰 看到我們先從圓秉圖來解讀 我們先來看到兩塊 一塊是這個蔡英文 朱立倫 柯文哲 三強鼎立的局面之下 我們看到蔡英文 已經表態要競選連任 居然輸這麼慘 民調數字墊底只有16% 有這麼低嗎 有可能嗎 我們稍後來討論 不過關鍵在這裡 看到沒有 朱立倫也只拿到29% 而輸給了柯文哲大概12% 好 這樣的一個數字 事實上是有段距離的 如果是29% 這樣朱立倫在2020總統選當中 也可以說是出局了 好 那麼另外來看到 如果換成了他 高雄市長韓國瑜 當最近勸勁聲浪很大 這個數字立刻飆升 立刻翻了過來 不一樣 37%韓國瑜贏了 柯文哲的35% 至少贏了2%左右 那麼蔡英文還是垫底16% 所以換句話說 目前最新的民調數字顯示 國民黨內只有韓國瑜能贏 江委員怎麼解讀 我想這兩份民調 昨天的另外一個報紙的民調 跟這個TVBS民調 兩個民調其實第一個結論就是 應該如果這樣下去選的話 那是蔡出局的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樣 可是他數字這個會不會太低 就是當然 比其他民調看起來是低 然後重點是他跟柯文哲的差距 可以拉這麼大 我們剛剛雖然在講說 柯文哲跟朱立倫 柯文哲過去很多民調裡面 他的確他也贏過朱立倫 那這份民調裡面 他贏了百分之大概12 這差距是比較大的一個 那這個蔡英文在這份民調裡面 相對是比較低的 尤其只有三個人在做比較 那這份民調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說 你注意他換了兩個 這個參與民調的人 就是國民黨裡面有兩位 一位叫朱立倫 一位叫韓國瑜 那把他兩組下去民調 你看看 蔡英文都是16% 都沒有變 那變了在哪裡 變了在柯文哲 跟韓國瑜還有朱立倫 柯文哲在跟朱立倫對比的時候 他贏12% 在跟韓國瑜對比的時候 他輸了2% 然後韓國瑜相對於朱立倫 他多拿了8% 所以這如果我們用科學性來分析 或照數字分析的話 那變成是什麼 感覺上因為蔡英文沒有變 那等於柯文哲去吸到的票 是中間的票 甚至中間偏藍的 所以當朱立倫 換成了韓國瑜的時候 柯文哲的支持度降低了 而且降低了6% 然後藍影的支持KMT的國民黨的 拉升了8% 所以幾乎是從這邊拉過去的 這也告訴我們說 如果照這份民調來看的話 這個民調是告訴我們什麼 柯文哲是有拉到藍營的票 很多 中間偏藍的票 還不少 因為蔡英文都沒有變 蔡英文都沒有變 所以在未來的這場選舉裡面 他已經告訴我們 蔡英文只要這個人選不換 他的支持度大概就是 會維持在一定的低點 變化可能不會很大 而關鍵會變成是什麼 藍營派誰出來 藍營派誰出來選 變成是能否變化逆轉 或者改變結果的一個關鍵 目前看起來是 如果照這個設定 他只設定了韓國瑜跟朱立倫 他也沒有設定王金平 也沒有設定其他人 如果照這兩者設定的話 那就是很明顯 如果明天要投票 那就是韓國瑜代表 他才會贏 如果從整個民調的結論 來看是這樣子 但是當然投票日 還有將近十幾個月 十個多月 十一個月 這中間還會有變化 我想變化還會非常的多 只是說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趨勢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跟昨天抹爆的這個民調 看起來其實就會有幾個 相同的趨勢在那邊 第一個就是蔡英文 他大概只能贏藍營的某某某 然後這個韓國瑜 相對就是在這些人當中 不管有沒有表態 目前人氣最高的 支持度最高的 至於他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代表國民黨參選 是不是能夠順利當選 我覺得那是之後 十個月以後的事 我們現在也不敢講 還有他會不會代表參選 目前我們也不敢講 只是現在這樣子調查起來 就是他的人氣最高 支持度最高 沈大老怎麼看 蔡英文民調高 低真的有這麼低嗎 韓國瑜高有高到這樣子嗎 如果各位還記得 昨天那個民調的結果的話 這個蔡英文是特別低 低在哪裡 因為蔡英文如果是三角鼎立的話 昨天那個民調 蔡英文是很穩定的在22% 今天這個是16% 這個16%跟22%差6% 而這個6%給誰了 給了柯文哲 所以如果你柯文哲的41減掉6 或是柯文哲的35那邊減掉6 那就很像昨天的民調 所以這個就是莫名其妙的 蔡英文為什麼少了那6% 而且那6%是少得太奇怪了 簡直比楊文哲還差 我覺得民進黨今天 所以你認為不至於有這麼差 我覺得民進黨的基本盤 應該沒有低到這個程度 而且這個未表態的也不高 未表態的只有12% 所以這一點是存疑 不過現在好像蔡英文拿多少 也不重要了 他大概就是老三 他也幾乎是如果真的這樣選的話 如果是韓國瑜對上柯文哲的話 討戲都在這兩個 我保證以後我們的節目 大概每天都在討論他們兩個 蔡英文就很莫名其妙的 現任總統還被邊緣化 這奇怪 但是我是認為 這種解讀是有一點奇怪 這個就是說柯文哲的高 他如果換成國民黨把朱立倫換成韓國瑜的話 柯文哲也掉了 他掉多少 他也掉了6% 但是這個掉了6% 剛好是去給韓國瑜 而都沒有去給蔡英文 蔡英文就是 西迪要給早日趴 不頂張就對了 但是如果你這樣去想 國民黨的焦慮我了解 但是國民黨你要了解 這個柯文哲的強項在哪裡 還有朱立倫跟韓國瑜的差別 他各自的優勢在哪裡 從這個角度去想 而且把情緒的成分拿掉的話 你就會想到說 到底誰比較適合 哪出來代表國民黨去選 因為現在柯文哲是年輕 高學歷 而且中立 這個韓國瑜雖然贏 柯文哲比較有把握 但是他在年輕高學歷方面 是比較相對沒有票 所以這一方面 韓國瑜如果能夠補 這一塊補回來的話 他就可以拉開 跟柯文哲的差距 所以韓國瑜應該在這一方面 要稍微補救一下 也許要來請教我們的萬安同志 因為韓國瑜就是辦節目 我不是說他節目辦得不好 因為他正在蜜月期 每樣節目都是轟轟烈烈 就好像嘉年華一樣 但是他很多節目 請來的來賓都是我認識的 你認識也沒什麼不好 我認識的來賓怎麼可以吸引 年輕的高學歷的票 因為那些年輕人喜歡的人 我都不認識 所以我是很間接委婉的建議 這不是沒有道理 這個柯文哲的強項 我比較是認為是虛的 因為他是45歲以下 高學歷 高學歷 傾向中立 這些人是在找不到 他們宣洩怨氣的一個對象 但是柯文哲的 我昨天在本節目裡頭 我有講 我認為柯文哲 我昨天是第一次 全國第一個講柯文哲的銳氣 柯文哲要選總統的這種意志 其實在衰退中 因為你看在陳思宇大敗那一天 我跟你講 柯文哲恐怕這個腳踏車 要一日雙程恐怕騎不下去 你哭哭哭 突然騎 想說我敢不贏 我敢不贏 騎得到就沒人沒人沒人 所以你看他現在改成 228那一天要一日四程 從台北到新竹 然後坐高鐵回台北 然後重新來又坐高鐵 一路就坐到台南了 然後從台南騎到高雄 所以他真正騎的是台北 到新竹 然後從台南到高雄 跳過台中 不準 不是 我跟你講 從新竹到台南這頓好長 這頓好長 所以增加了變成四個城市 但是距離是大幅縮短 這代表什麼 代表 他沒處理了 他知道沒人忽略 沒人看 所以騎得沒鏡 第二點以前人家問他說 這孫季常常問 常常問 他煩了 他說不用問 危險 你是否常常亂 六月才來問就好 但是這兩天他改口徑 他不是說六月來問我 他說登記那一天 你看我有登記就是選 沒有登記就是沒選 這個問題是廢話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登記在10月 這個六月你就問他 這個四個月當中 你難道完全沒有動作 你完全沒有動靜 讓大家摸不著頭腦 非得要到10月看登記上有沒有你的名單 這也表示他的銳氣沒有了 還有228他本來要去見韓國瑜 但是韓國瑜不是有意無意 就是不幫他造勢 所以人在馬來西亞 他總不能說我從台南騎到高雄 平安崩了再倒回來 不意不意 找個人增加話題 結果找到陳水扁 陳水扁又很糟糕又不捧場 陳水扁在用格的那個 裏頭他寫 他來跟總統選舉無關 他是來跟我討論我的口述歷史 因為阿炳要出版一本口述歷史 現在柯屁根本還贏 根本真的閒得沒問題 後來去跟陳水扁討論 陳水扁的口述歷史 真的是沒事幹 硬是把他湊成 這樣228那一天像個樣 所以從這些注視馬去看 當然政治人物包括柯屁在內 即便不選 將來你也會這樣 即便不選 你不會馬上宣布不選 不選 馬上宣布不選 只有我 我四年前我就不選就不選 我18%我選不下去 那時候我覺得柯屁好厲害 我選不下去 我就說從今天起我不選 但是大部分人不會這樣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刷存在感 你知道嗎 你今天宣布不選 明天沒有人來問你了 你會很寂寞 所以大家看柯屁不是看表象 因為他表象他會一直糊弄你 他會一直撞風作傻 他會一直騙你 所以你要從小地方去看 雖然他這個民調領先 讓大家嚇死了 尤其國民黨 真的不曉得如何是 但是我覺得柯屁 你要看他的意志 看他的企圖心 是不是有在往下調 我覺得要從很多其他小東西 去觀察 好 好 時間 停 走 停 always 停 停 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